護理之家 我是想問 因為我們在那邊 在這些照護的機構 他們的看護的 我們家屬可以進去的時間 對啊 那可能每一家 他規定啊 嚴不嚴格 或是說怎樣 像我們那邊 其實他也是跟我說 他本身上說 我不曉得為什麼 他跟我說 什麼八點到七點 而且他們也有規定 他們是十點 不知道到幾點 然後下午是到五點 可是 因為我媽媽的狀況 他們大概也知道 我媽媽一直找我啊 他們大概也沒辦法 甚至有一次 他就說 我一回去 我媽媽一直要找我 然後一直在找她的相本 因為我代表 我媽媽常常幫她拍照 然後我就讓我媽媽方便 我就讓她看 因為有時候她那麼早 你這樣睡也睡不著 她就看照片 有一天她媽媽把她收起來 收到抽屁 她找不到 然後他們又剛開始聽不懂 然後她講什麼 所以她後來問我 我一去我就說 我媽媽在找照片啊 因為你把她收起來 她看不到 後來她們都放到床邊 她們拿得到的地方 然後媽媽就說 她要看 然後別人要看 然後她都說 有時候好 有時候不行 這是她的寶廢 是對的 然後我就發覺說 護理之家 我們剛開始也是遵守她的規定 你不敢說那幾點去 或是幾點 就要趕快回來 後來我發覺 因為可能那一家 她比較知道人的作息 因為她上班啊 她沒空看 她就還是通膿 她就是會過濾啊 可是我去她就說OK啊 所以我每天都在那邊出現啊 我媽媽洗澡 我甚至媽媽會容易緊張 她就會要洗澡 她就會在那邊看看 我都一直要陪她 媽媽就是看著我 我都好陪妳進去 因為她第一次讓人家 外人幫她洗澡 會緊張啊 然後我就說 我就站在那個門外這樣 我說她幫妳洗得會舒服 洗頭髮什麼 她說啊 然後後來 那他們洗澡的時間 我也是有跟著 我就是在旁邊 不要妨礙到他們的 就算他們工作 可是因為我媽媽 容易情緒比較緊張 我說她沒看到我 她真的就 好像不知道啊 我那時候一直就找 我就說 我就讓她看到了 然後就跟她 我在外面等妳 後來她就知道 對 我在外面 他們就會幫她洗頭 吹頭髮 換衣服啊什麼的 那有時候 我就提醒她 我媽媽擦什麼藥 要怎樣 有一次 我覺得她那個藥 有時候還是 剛開始她很不熟 她說我媽藥太多種 她一放錯 我一看就知道 欸妳那個藥 然後有一天她就跟我說 要怎樣 啊我媽媽的藥 她不知道怎樣 她說我媽媽都把她吐掉 後來跟她講說 對我媽那顆藥 好像是要整個吞了 不能把她抹粉 妳不能這樣 我說她一定不吃抹粉 就算有些她 因為一般老人家都抹粉 我說她的不要抹粉 她自己吞 然後妳要 然後她自己會吞 妳拿給她 妳拿給她 我反正就有一點細節 我就覺得 還是剛開始她進入禁運 可能要 我不曉得 是不是有個機構 她不讓妳那個 所以妳是可以 我去看 我就去看 我就說妳 有一次要拿藥 我去看 我說妳那個藥多了一個 那個心率定 因為我每天我以前都我在裝 我說妳放錯了 那個不能吃兩顆 那兩顆就完蛋 然後有的少給 我說飯後還有一顆什麼藥 他說是喔 我說妳再去問 少了一顆藥 所以這個也是 妳覺得也是要注意的 我覺得應該要注意 因為妳剛開始 他們很不熟悉嘛 那老人家病一定很多種 那個藥喔 也是要裝 因為我每天那個裝 我已經裝了多少年啊 超過十年 我一看醫生 如果加什麼藥 什麼藥 我自己有一個Memo 一個本子 哪時候醫生 哪一些藥不吃 哪一些幾月幾號開始 又要吃什麼藥 所以我媽都是去急診 她的藥袋 我就全部都帶去 然後她的什麼藥服啊 我都全部帶去 因為急診的一定問 她在吃什麼藥 什麼狀況 我說 所以她就是有吃什麼 妳要很清楚 免得那醫生她說 她很快可以拍照 她大概什麼情況 比較好那個啦 我已經習慣都會做筆記 像我媽媽也請我就是 早晚幫她量血藥 我每天都幫幫我媽媽量體重 我說她 她的體重都是 什麼越來越重 或是說 突然很輕一定都有問題 太重 是她們有排尿排便 說我也免得會計 她哪時候大病 哪時候小病 我都有記錄 因為有時候忙很多事 你忘記 好像剛剛哪時候在尿過 可是要提醒她上廁所啊 剛開始我媽媽其實沒有放尿布 可是她有時候會來不及 我就說喔 妳剛剛是急點尿尿 妳現在應該差不多要尿尿了 那我們去上廁所 就是提醒她這樣 然後後來是我媽媽因為 醫生說她老化了可能 有時候真的 那孩子包 那我 我常常以前我們家 一直到店那邊看那個店 然後我媽媽褲子要長啊 我就要一直洗啊 然後我就乾脆 我媽後來有包尿布 然後我就會記說 那妳剛剛哪時候 即使她 她沒有尿 我也會讓她解開 偷偷去上廁所 有時候就像妳講 讓她自己解尿 所以我媽媽到最後還是沒有 沒有什麼裝什麼尿袋 沒有方面的問題 可是就是 我就會幫她自己說 因為有時候 沒有哪時候 好像哪時候 又忘記了 乾脆就寫下來 哪時候還尿 下一次大概哪時候要 就是自己看一下就知道 馬車要尿尿 那像我媽媽 體重的變化 可以看出端倫 就說她可能 咦 女孩子可能尿結得不夠多 因為她方便尿布有時候 我們又不是像醫院有蹭 可以蹭的話她大概尿多少 我就乾脆就 我讓她每天量體重 就連那個尿布什麼 她穿的衣服大概都是差不多那樣 然後就這樣量 很規律 每天來量血壓糟啊 如果不舒服可能 就大概兩個小時或什麼 我就會幫她們吃水 反正就是一些 覺得還是有紀錄 對醫生也有幫助 那有幾個高血壓症 那醫生就說 你在平常在家裡量的 其實比在醫院好 因為醫院一緊張 他的血壓可能就會 大部分都可以高 那醫生要用的那個藥量 他比較 就是不好去知道 要怎麼去調整 那我覺得就是受不久了 你就自然回來 你就會想 應該有什麼狀況 那我媽媽又哪裡不舒服 我也是會記下來 去看醫生的時候 要做個面目 可能要問醫生哪一些問題 或是醫生有特別講話 我們也是要記下來 看起來 你這個做女兒真是做到一百分 沒有啦 而且看起來 你跟這個養護所的關係 也是非常的融洽 對 我有時候會去找到苗片 我真的覺得 我做得很失敗 我覺得 我找到這樣聽 我是有感覺 好像說 你可能就會比較想要說 一次可能達到一定的什麼樣 可是我覺得他們可能 每個人是習慣 或是說每個人 他們規定不一樣 可能他也會覺得說 你是不是有點強人手 對 可是我覺得可以 慢慢跟他講說 我們希望是盡量做到這樣 要關係建立好了 再來一次 對 對 啊因為我現在 你也問我姐 我們剛開始去護理之家 我們曾經被閒吵 叫我們要吃東西 要去外面吃喔 可是後來 是同一家嗎 對 因為我剛開始去 你說原來的 對 就隔壁的看護喔 他們有請一個本牢的看護 就是陪著他 因為 他們跟那個護理之家 是有 等於一個高級主管 是有親戚的喔 然後他們就有一天 就請那肥烈的看護 來跟我們講說 你這樣很吵 可不可以請你們這兒來 聲音想要有 那你要吃東西 有請你們到那個 那個日光師 那個吃飯 因為我媽媽就說 他一定要看到我們 那個 就不敢離開啊 我們就這樣 就這樣 我們也沒想那麼多 可是有稍微就在那邊 後來我們自己也會說 盡量壓低我們的聲音 然後 後來那個看護 因為他常常去遊舉 常常去幹 他都會請我 因為我幾乎都待在那裡 他說 女小姐可不可以 等一下幫我看一下 我要出去 遊舉辦個室 好好好 然後阿嬤說怎樣怎樣 我說好好 所以他有時候回來 我說剛剛阿嬤怎樣 你要注意什麼 他也覺得 好像我還蠻有用的 不是只有干擾他 後來他就 因為他也知道我還沒回去吃飯 他們說十一點就吃飯 我媽媽吃完後我才可以回家 所以他們也知道 欸你該回去吃飯 你會叫我提醒我 叫我回去 阿嬤 阿嬤 你們知道我兒子回去吃飯 他等一下就來 然後他就替我安撫 然後他就替我安撫 那我就跟我媽媽說 對阿 你有事 你可以叫蔡小姐 阿嬤 然後我媽媽 有時候就說 那就是變得後來是很好的關係 反而他就不會說我們干擾他 那有你們姐妹你們這麼好 突然來看你媽媽什麼的 那我就說 沒有就是 我是做女的粉 應該能做到 還是盡量做 結果我發覺後來 每月的看護本來也是對我們 不是很那個 然後我也覺得他做得好像 不是那麼好 我就誒 好像你是不是可以怎樣啊 後來其實 他們我後來覺得還是蠻用心的 那我就覺得說像我媽媽 我說他們不好拍電 我媽媽按摩肚子 然後後來 甚至有時候已經弄得滿練劑 還是拍不出來 那北約看護在手探 就幫我媽媽挖 那我就覺得 做女的那時候 有時候 還沒有做到那個程度 然後也是很非常喜歡 所以 你看我媽媽 在那個人 生日還沒到 他前來幫他唱 而且每天唱 而且我就 我媽媽是不是有感覺 一天幫他說生日快 後來我媽十天後 他生日我媽祝運 不知道 我就覺得說 怎麼啊 我媽媽還說 我說我跟我媽講 我拿了什麼禮物送她 他就跟我媽媽說謝謝 我媽說 我媽說 沒事 那送你 你比較需要 我媽還會這樣講 不然有時候 你問我姐姐 他是 他如果喜歡你 他什麼都可以送給你 可是他都是這樣 他覺得那是他的寶貝 他不能隨便就給人家 我就覺得 對啊 就是可能後來到 他就知道 互相信任 然後他就 真的當成自己 阿嬤 我媽媽也把他當成孫女 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很好 媽媽好喜歡他 因為他們要一個月 就要輪一次 就是說你本來是在三樓 或是幾樓 就會掉 然後就會變成 他有人是白天 有人是晚上 可是後來有一次 那是 有一個 他們每月的 我就覺得他就也是 一百億耶 不知 稍微 稍微 可以稍微 說 結果就跟一個 著名的女兒 吵架 然後就是他後來 用他們北約的話 他聽不懂 他可能在那邊 抱怨還是在罵 不知道 反正那個女兒 就跟那個他吵架 後來那個人被申訴 申訴以後 他們 護理支架的高層 就決定 把他換掉 換掉 我只是覺得說 其實那是可能個別的 結果後來他就說 是不是因為語言不通 造成的誤解 他就後來把白天 都全部換成煩惱 之後我發覺那煩惱的 實在有點怠惰 就像你講 我聞到煙味 我覺得他好像有抽煙 那個那種不好 而且人家照理說 日光是應該隨時都開放 他們門鎖起來 因為他休息的地方在 電視的地方 就是在那個 那門鎖起來 那我就覺得很奇怪 又找不到人 可是我又聞到類似煙味 他們說不可能 他怎麼可能 在那邊抽煙 我說旁邊不是有一個廁所 他是不是躲在廁所 他說不會啊 那邊抽煙還是會聞到 可是後來發覺 反而本來 不知道會偷懶 摸你 我就覺得 那我還是喜歡那北越 剛開始我就覺得 請北越照顧 會不會不好 其實我覺得那是 大概自己太先入為主的關係 其實要先試著去相處 以後才知道 所以後來你看 我在菜市場碰到那些 我媽媽不是離開了 因為他看他會叫來 有時候叫我姐姐 我說你不要叫我姐姐 我外甥你們都比你們大 他說姐姐 你怎麼在這裡啊 你都沒有來找我們聊天 我說有 有一次我去 以為你們現在的晚上 我白天去 就不會碰到他們就對了 所以我是結婚 謝謝 謝謝你今天來跟我分享 不會不會不會 以後看西亞的話 可以的話 還是可以 非常感謝 那我們今天結到這裡 好 謝謝 也蠻好 你媽媽一定想要 你怎麼消失那麼久了